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创新高会有什么样的加击出现 对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利多呢 那如果以机车市场11月份来看 几乎都被125cc的苏克达抢进风头 因为它光占比就来到了67.4% 那光阳当然真的靠着价格的优势 成功的让GP125继续大热销 而且成胜的再推出了其他的国民旗舰车款 另一方面呢看到了就是因为白牌订单爆量 它挤压到了其他急剧 所以各品牌几乎最近有很多的促销方案 有没有成功勾引到你也想买车或换车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走势图 Lemita 11月份总挂牌数就已经比去年要高了 多了好几万台 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这包括了从8月开始啦 好像每一个月都是稳稳的8万台以上 甚至还可以来到9万台 你怎么看预估一下12月大家还有多少餐单或新订单 还能够有大叛发还是说持平呢 好我先讲我们今年的数据是目前为止是这个77 对比去年是73 那各位观众们不要忘了 就是说以去年来比的话 我们有疫情这个后代的疫情形势 还有这个什么晶片啊等等影响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极差的一年 真的内营算谷底的 如果你要对比谷底的话 那当然今年一定是成长 可是我们把这个年限再往回推到2021跟2020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是有百万之谱耶 超厉害的2020年 对那我们现在来看哦今年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2020的时候那个时候电动车补助快到期了 哇怎么样又开始刺激了一波的消费 破百万这个数据就拉出来了 那今年呢也有类似的情形 油车补助快到期了 这是一个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洋大战 哇这个GP大战这个敌决 两个这样杀得难分难解 可是呢它订单光样这个订单 GP订单也还没有消化完耶 它还有一万多台 所以呢它还会怎么样 还会让这个后续这条曲线 保有一定的这个力道 可能不见得会衰退下来 但是我这样预估应该是 起码都还有一个水平持平的能力下去 我们如果12月就以8万台来看好了 8万加上去 那今年的总化白数是不是稳稳的 肯定突破85万台 这个讲说是破85 原先还看能不能破9了耶 但今年能够保85就算不错 为什么其实平常心讲我们看两个指标 因为摩托车是所谓的刚硬需求 它怎么样的话汽车有可能 我们今年先不要买 明年再看看明年买 但摩托车要用就是要用 它有一个硬需求在那边 所以摩托车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所以这个我认为它摩托车幅度是不会很大 你问我说问我12月的话 我觉得还是在8万多台的那个地方 因为真的他们两个厮杀 很像这个拧毛巾一样 哇硬把那个 挤到最后一支水都榨干 对 最后一滴出来了 对 那我们再跨一个讲 如果你提到说明年的话 我认为还会再下去 对 因为真的 真的这个环境的部分 还是会受到影响 有高有低 那星达哥 你认为会成长很多吗 我觉得应该会在 8万5千台到8万7千台 这个水准之间 杨平 你身旁有没有很多朋友 要把握12元买车的 现在 我现在看起来其实没有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车厂 因为像光阳它手上 GP应该还有一万5千台要交 所以它一定可以再往上冲 然后三阳的话 它最近也是推出说 你假如买车 七天之内一定交车 这么拼 搭生产线 对 所以两边其实都在 有一些动作在争取 说在12月再冲出一波 所以我看起来说 至少应该会维持12月 11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而且11月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们来看下一页 就是各品牌的挂牌树光阳 它终于回到了防守的位置 34124台 这对品牌来说算是 使命一定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对不对 对 其实因为光阳它其实过去 因为我们坐摩托车都坐很久了 过去大家的印象就是 光阳它就是市场的龙头 而且它的市占率 其实一直维持在 大概35%到40% 这已经维持非常久了 但是就在其实2021年开始 三阳就开始 它的销量开始有上来了 然后在应该在两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在单月有超过光阳 但是后来下一个月又被光阳超回来了 但是在去年5月的时候 是三阳真的有超越光阳之后 而且它是一直维持着 而且这个已经维持了18个月 所以我们也在看 就是这样最近 其实选举快到了 每天都有民调 那我们就是在等说 每个月月底的时候 看看这个销售量怎么样 那果然光阳它这几个月 从8月开始GP业务 开始推出这个 3980万 对4万以内的这个促销之后 它的订单开始就是销量开始起来了 那在上个月呢 其实还大概差 跟三阳还是有差距3000多台 那我自己在观察这个数据 因为GP业务在前两个月 他们都只出1万2000台 在这个月呢 出到1万6000台 就是把原本那个差距的4000台 补上去以后 果然它就是占到了3万4000台 那这个市占率 其实就是39.6%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 这个接近四成的数字 那三阳呢 三阳这个数字 它等于是接近35% 也就是说这前两名的 加起来就已经到达75% 7乘5的 其实就有一个比喻 两只大象在打架 旁边人就考虑 先冷静观战一下 那现在目前来看就是消费者会受贿 其他车厂或者说电动车 在这个这最近半年 整个升量是非常低的 其实因为特别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尤其像Gogoro 我们刚刚如果看到的话 它的整个销量是占百分之 大概5到6而已 跟过去我们认知说应该要接近10% 甚至应该在未来几年要往上走 等于是说它在两个油车的 油车厂的这个竞争之下 受到波及了 对电车大家就比较少去关注了 想说我可能本来说 预计说有机会要换电车 可是发现说油车还是很便宜啊 太便宜啊 而且是很省油的 这个省油大家的数字是一直往上走的 那可能大家就放弃 可能先还是买油车 一公升可以跑六十几公里 这件事大家还是觉得很震撼很受用 对 就还是觉得还算OK 好 我们来看 Sino哥你可不可以带我们来看一下 这份榜单 11月份这个成绩一揭少之后 有惊喜吗 还是说有什么车种应该特别观察一下 其实从这张表单 我们可以看出几件事情 我先来讲 第一个是这个榜单前10名里面 山羊占了6名 冠羊占了3名 那亚马哈是1个总共10个 那我把数字大概稍微加了一下 第一名16731台的冠羊GP125 非常的吓人 但是前三个 应该说第一名 然后第六名跟第八名 加起来的数字是两万三千台左右 那山羊呢 加起来是两万两千台左右 那所以其实这两个算起来之后 真的评分纠色 其实真的差不多 那第一个 那第二个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所谓的两两厮杀的现象 已经很清楚了 比如说第二名的全新敌决125呢 他的对手就是冠羊的K1125 那一个6500台 一个3200台 其实有一个部分的差距 那当然 因为K1才刚上市 所以这时候才刚起来而已 这目前数字还不够准 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 你会发现 第八名的 冠羊的NICE XL115 他的对手呢 是山羊的悟115 第三名 一个是3755 一个是3070 其实也在伙众之间 那比较有趣的呢 其实是第五名的 山羊辛迪爵125 跟活力125 那他的对手分别是 新豪迈 跟大地名流 那上面没有写 因为他在10名外 我跟大家讲一下数字 新豪迈是1193台 大地名流是1165台 那本来光阳他们 有一个算盘是说 我用39800这个价钱 的GP业务打出去之后 吸引客人来我店里 然后我有转单效应 卖去大地名流 或是新豪迈 不过看起来 其实这个策略并没有成功 大家对于价钱 还是非常的执着 我宁愿等车 我也要买到 这3980的车 所以其实分析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在这个榜单里面 光阳的车 大部分都是 入门车款居多 那山羊呢 就是有入门车款 跟高阶的车款 比如说像第九名的 它是多点打击 对 那其实第11名 也是他们的高阶车款 叫做 今天有来现场的 CLBCU 对 也是2000多台 那这个数字 其实非常的惊人 惊人 对吧 没错 那我们如果从 单一车种的Top10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是累计 也就是说 希望大家看一下 这个累计的数字 原因就是因为 伯仲之间吧 两台车 今天都在黄金线里面 我们特别给他放上了 他们各自销售成绩的牌子 蓝色你看到了 66,695台的GP125 然后红色上面呢 你看到的是 66215台的 全新敌决125 各位达人朋友们 你们可以就预测一下 到今年年底12月 总结散的时候 冠军会是红色还是蓝色呢 能一档 还是GP125 价格优势 对后面还有 还有没交的 因为GP5 大概还有一万五千台没交 所以数字应该会变成 大概是 八万六比上 七万五左右 差一万多台 差不多 爱尔你也觉得 他看起来就是 我就是要在第一名的 不管怎样 请全力要撑上去 对因为GP5 它其实一台 让利让了一万七 卖一万台就是 一亿七千万 所以就是为了用这台车 就是让他把销量刺激出来 那不管品牌怎么操作 好不好 对消费者来说 我可以用四万不到的价格 买到一台 我想要的一二五 确实很多人心动 也付诸行动了 所以禅单还有一万五千张 十二月要交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数字了 它真的很厉害 连贩售可以来到八万台左右 对吧 那Sendor哥刚刚有提到说 但是三洋它成功之处在于 它的高价车轴 其实各自都卖得也很成功 那你刚刚提到 不在榜上 但是在第十一名 是你觉得今年试过的白牌车 里面印象很深刻的 没错 我们就先来看 CLBCU 为什么你把它列为 是你自己觉得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台车呢 我觉得它这台车 为什么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它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在这台车上其实实现的 因为这台车 它一开始的设计 就是为了女孩子打造的 那以前我们想说 车子都可以尽量卖给 越来越多人越好 就是你不会去做一个设定是 小市场的 窄化你的销售族群 对 那它特别的点是说 当然这个化妆镜的部分 是很多女孩子喜欢的 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小配件而已 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的把手 它做得特别窄 对 所以让女孩子其实 因为女孩子的肩坑比较小 所以它比较好去掌握这台车 就是我不用把我的肩膀 开很开 手很酸 对 爱儿 你是车主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特别有这种感觉 来示范一下 这台车就骑起来 特别有气质 因为爱儿自己就是身形很小小玲珑的女生 所以当她看到这台车 你就会觉得好像一切真的 就是跟我的肩膀同宽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这个 因为我曾经有骑过一些夜舞的车 就是我拉刹车有一点点吃力 然后我回原厂请原厂说 请问我这个可以调吗 他就说 你就自己要想办法 因为你知道 女生虎口这个位置 我们的距离期跟男生还是有差距 我也是小的 我也是小的 所以这个 真的可以也是小手 没有理解 对 我很理解这个 就是我要的 就是我可以压到底 或者是我可以很快地抓到 不会说就是太大 你不会前面一段你觉得 天哪 我还在费力的时候 可是她来不及作动 我会害怕 对不对 好 谢谢爱儿 那我要特别讲的 我要先到车后面来 因为一般来说 女孩子的力气比较小 那这台车的车重不到100公斤 所以她在搬车的时候 非常的轻松 那像我们这样子 可以抬起来练举重 对啊 非常的轻松 那当然中柱很好力 这就是她的特点之一 那加上她的Kellers系统 其实很方便 所以钥匙不用掏出来 放在包包里面直接压 然后她就可以开了 而且这台车省油又有力 因为她的引擎系统 跟旁边这台全心敌绝 是一样双火星塞 所以呢 她的省油性是非常好的 但是因为车轻的关系 这样它特别调教 所以动力又是足够的 而且它动起来很安静 那我们要不要包动看看 可以试试看 你做到女性市场 其实说实话 真的从设计支出的所有思维 要跟一般男性惯用车 很不一样 对吧 而且他们要做很多试调 我相信 而且敢这样做下去 真的不容易 您当时有看好说 这款车会成功吗 其实没有 我觉得很难 因为大家以前的想法就是说 越多人买越好 就像有些他们车没试过之后 觉得这个车比较小 可能男生骑起来 就不是那么舒服 那当然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但它每个月就是 两千多三千台在卖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夸张 好 我们发动感觉一下 真的算很近 算很近的 算很近的 对 所以就让这台车变成说 你一般市区通行很舒服 因为它安静 加速有力 然后又省油 变成说你不用常常去跑加油站 那可能对男生来说 跑加油站 这不是什么太辛苦的事 可是我知道有些女孩子 她确实不太爱去这种地方 是的 对 所以如果可以半个月去一次 或是一个月再去一次 那真的是对他们来说很棒 那在同级区里面 其实说真的 我们现在会看到 也包括了电动车等等 它有越来越多是 诉诸于女性消费者 那你觉得COBCU 它还能够在这个级区里面的 我们叫女性市场里面 再继续创造更好的成绩吗 我觉得因为它的销量 一直维持在 在那个两千多台的数字 那所以我觉得它还会继续再走下去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说 它有更多的新配备 比如说对我来说 我认为安全性 比如像ABS是重要的 很重要 我蛮期待说 它再来会不会出一个ABS的版本 那这样我会更大力地推 我女性朋友买这台车 OK 好 谢谢Zina哥 接下来来漂亮一下 漂亮 漂亮喔 虽然你旁边这台 你已经觉得它很漂亮 对对对 好不好 其实这个 我们当时在选说 这今年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车 那当然我今年度买了它 但是漂亮是让我觉得印象深刻 因为它们两个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出现 那你当时是怎么比较这两台车 当时因为应该是说 这个字真的就是漂亮 没什么好 就是女生 就是它专为女生 所以我觉得OK 就是不用考虑 所以你就买了CLBCU 但是看到这台车会很喜欢 或是印象很深刻 一个原因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看到的是这个米色的 很像在日本街头的那个K卡 白色米色方方呆呆的 然后我就很喜欢笨笨呆呆的东西 而且你知道它搭配米色 就有那种带性女子的那种风格 文青感 对就很多人就会向往 他比较喜欢那种格调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 哦这个颜色我喜欢 好好看 对 所以当时是有被很外观 那今天买的非常鲜艳 对对对 这个就见仁见之 这可能在停车场很好找车 非常啊 而且在路上对不对 很鲜艳很明显 很有活力 是 然后再加上它每一个方方的造型 从车子的身体 然后到这个后面啊 前面大灯啊 包含后面的尾灯 是LED的 但是它都坐得笨笨呆呆的 就好可爱哦 那就是方中又带一点圆 就是勾艺勾艺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确实也有一点复古的那种样子 是 然后看到它外观喜欢上 或是想要多加认识之后 我就想说 这台车我都没骑过 我骑上去的感觉 我就是惊为天人 然后那天就在路上呱呱叫 这样 为什么说呱叫 这车怎么这么好骑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这样 因为它的椅垫好软Q 然后坐高也不高 然后虽然它的 就现在是 各位 你有看到我摇下去这个感觉吗 超厚对不对 你没想象 椅垫我可以压这么深吗 对 就表示它真的很Q啊 真的很Q 然后我那天呢 就骑着它到山路上面 然后山路也不是很平稳 然后过弯的感觉 我觉得 我不是那么厉害的抄架我不说 但是那个避震软Q的感觉是会让我觉得好好气哦 那除了Q 然后椅垫又舒服之外 我们发现 你看跟你这个车比它的椅垫比较宽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它后面宽好坐 前面不一样 你注意看哦 它前面有一点上翘哦 所以其实你不会不太会滑动 然后这两边内缩下去 就我跟你讲 综艺姐你一定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腿短才有办法 哈哈哈哈 你看我中柱立起来 我踩得到地耶 两脚哦 它好友善哦 对 真的哦 中柱是立起来的哦 是 所以它虽然说就是椅垫宽 但是它前面这边往左右两侧 有收 有收 所以我反而两只脚放下去的时候是 安心的 那再来是它的这个平整的脚踏 嗯 空间也很不错 对它跟CLBC也是有的比啦 就是它也是主打说可以放下20寸行李箱 嗯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空间是足够的 然后前面的感觉 只是说它可能 少了USB这种比较高阶贴心的设计 然后没有Keyless这样子 嗯 还有一个原因它好奇的原因 我觉得是它的双腔后避震 对所以也是让它很软Q 然后骑起来很舒适稳定 就像它的名字 它不是叫Sui吗 它就是Suzuki Urban Icon 就是让你在城市间穿梭 舒适 不管是通勤或者是 运载东西 对就很方便 嗯 所以就让我印象深刻 觉得一台 就是文青笨笨呆呆的车 怎么骑起来这么舒适 然后又好看 然后又跟路上的车不一样 像这两台车 你会不会就 你会觉得它们适合的场域 不太一样吗 诶对 对吧 对对对 这个很想要就是有 可以骑去露营的感觉 哦 有这么感觉 对就是它很好 做一个情境的展示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开长途呢 你觉得哪一台车会更适合 其实它真的比较适合长途 因为它很好做 嗯 对然后但是它的加速很快 所以这个是那种 骑起来的那种 如果是你红绿灯要跟人家鼠牙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赶上班的时候 如果你有属于女汉子那一类 内心女汉子 外型上当然还很在意颜值的话 对对对 那可能COBC就真的很合你的位 是 就是女生如果要漂亮好看 好穿搭上班族OL的时候 没什么好考虑的 什么穿搭都是 对而且颜色很多可以选 对 那这个话比较挑 因为它有一些颜色比较挑 那你如果是 比较大胆一点 对 比较可以展现自我风格 不会害怕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做这个选择 但是说真的 老师说可以就漂亮 真的 你一看他就觉得 诶 漂亮 漂亮啊 就是漂亮 那这个唱片 其实取得太好了 太好记了 对吧 也让艾尔就一起 其实确实有爱上 也觉得他很吸引人的地方 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雷尼达 还有杨斌 因为他们奇怪 又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车款 稍回来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一样就是 这些机车达人们 他们平常试那么多的车 有些车呢 就试过之后 他真的就会成为买家 对 杨斌 接下来这一台 你也买了对吧 对 因为对我来说 我其实很喜欢 我很注重车的操控性 那刚好我觉得 RCS MOTO呢 也是今年光阳 我觉得针对一些 比较喜欢运动 运动骑乘的车主呢 所推出一台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台车啊 那这款车呢 其实他用的是气冷 150cc的引擎 那引擎的部分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有可变气门 那这一般在比较 算是比较复杂的 汽车的引擎上面 才会有的 但他用在这一款引擎上面 那所谓的可变气门 就是让他说 低转的时候 它的扭力很好 省油很好 但高转的时候呢 它的引擎又可以 符合高转的出力 那另外啊 其实我后来 再做一些研究 我发现啊 它的引擎 它算是我们所谓的 短冲层引擎 一般的引擎来说的话 它可能活塞会比较小 可是冲层比较长 扭力会比较大 但RCS Moto呢 我发现它后来就是 针对高转速输出 所以运动一定会比较好 所以这一开始设定上 决定了它的性格 跟它的性能 而且一开始 名字就是 它是为赛道而生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它现在可以称得上 是白牌竞速之王 或竞速佼佼者之类的吗 以我来说 就以今年的车款 或说今年出到现在 这几年有出的车款里面 150以下的 我觉得它的操控性 算是非常好的 例如说我如果坐上车的话 我第一个会测试的就看说 我的膝盖跟前面 因为一般的速克达呢 它是采用一个 是有车头的设计 它的手把很特别 算是一个裸把的设计 对 有点像是重车里面的街车 那它前面呢 跟我的膝盖 就有一定的宽度 因为我如果说 做到一些像是 一般的 一二五的速克达的话 我的膝盖会很贴近 前面的车口 而且以它的锁点 所设置的这个形式 它是可以做调整的 可以快速做一点调整 比如说我可以把车把 握把呢 再调进我自己一些 所以它的操控性呢 我觉得在那时候 我在一个算 一个封闭的场地 去试的话 不管是绕锥绕巴 我都非常喜欢 它的这个沉稳的一个调性 因为第一个非常好骑 而且速度再快一点的话 它也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你觉得它适合 什么样的族群 我觉得呢 其实如果说年轻的族群 你如果喜欢 享受一台车的操控特性 这台车的RCS Model 真的非常适合 那另外啊 它除了是 裸把的设计之外 它还把把手 设计的稍微宽一点 即便跟我们刚刚讲的 女性的车款 女生要收一点 男生就宽一点好 对 它比一般的运动车款 都要再多了 大概五公分左右 那这个部分呢 就有点像是说 我们在做一些 街车的操驾的时候 我希望说 手把宽一点 比较有一点那种 特技车的感觉 或者说我们在做 减速的时候 手把宽一点 你会感受到说 当ABS真的在作动的时候 整台车的稳定性 是好很多的 这个我觉得是 它的一个特色 那外形 我们也来看一下 总是也有吸引到 你的一些亮点吧 对 其实这台车呢 其实我们看 从前面来看 就是非常的张狂 很运动 而且很有个性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它之前 有掌握现在一个 市场的潮流 它把它做成双鱼眼灯 而且呢 如果说我们一般 开启的时候 它前面的日行灯呢 很像一个 鬼面的獠牙 有 往前延伸 对 那加上它自己 目前来说 像我们今天 这台是白色 像我自己买的是一个 是绿色 它就比较深层 而且在阳光下 会呈现不同的层次 所以在颜色上 我觉得就很吸引 还有一些变化感 对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不管是ABS或是TCS 在顶级板上面 它都有搭配了 以它的动力来说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 你如果去郊外 或是说在一些 比较砂石的路面 TCS真的会发挥它的作用 它可以让你 非常稳定的加速出去 那再来呢 我其实蛮喜欢 它的整个车架 到车身的设计 一般呢 我们苏格达是所谓的一个 钢管车架的设计 而且我们会把它藏在里面 车壳里面 而它是做一个外漏 这是一个抑压的钢管车架 那这个钢管车架 它跟我们一般 在跟引擎的结合的钢性 会有一些关系 所以操控起来特别稳 而且呢 它这边有延伸出来 后座的脚踏 它是直接用金属固定的方式呢 锁在这个钢管车架 所以等于是一体式的 一体式的 以一般我们 数学达当比较常见的 可能你是直接踩在车壳上面 那车壳因为它跟金属的接触 可能还没有这么稳定 所以你可能有时候 还是会感觉到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变形 可是如果说你在这边 是直接踩在这个车架上面的话 其实操控起来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抗鸟的钢性就会比较好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其实它还有一些 我觉得从后尾灯呢 还有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特别的 它是有一个 所谓现在很流行的 序列式的方向灯 然后它的尾灯的部分呢 才用一个L型的 所以它前后 警示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对 对不对 有无聊然 很清楚 那另外呢 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以150以上的车款 普遍车厢的空间都不会太大 这不也是很多车友 他们会想 会抱怨的 那我觉得它的车厢的空间呢 是有跟着它的整个车身拉长 所以我觉得空间来说 在运动车款里面 算是蛮不错的 不管是说你自己的安全帽 或是说在女朋友的时候 可以多放一点东西 所以它也是有顾到你 一般的一些需求 OK 所以真的是在赛道上试驾之后 然后自己再买来车 也来测试 然后感觉到说 确实在骑了100公里之后吗 其实200公里 200公里之后 性能可以完全的搭回 就是让它的个性 好不好 你就把它唤醒之后 越骑越顺 越骑越能感受到 它性能的那一面 没错 杨斌是蛮喜欢的 对 对吧 谢谢 那盛诺哥 你自己拥有之后 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 这台车 因为 就像刚刚杨斌有提到的 因为其实我们 刚拿到这台车 你买什么颜色 我买的是 应该也是深绿色 深绿色 你们两个全能一样的颜色 有志一头 你觉得它还真的是 操控很灵活吗 它操控是很灵活的一台车 而且我觉得刚刚杨斌讲 很多很多重点 我觉得都非常棒 那我因为像它的把手 比较宽之后 两边又有平衡端子 对 所以它的震动性 平衡端子 对 因为就像我们在走钢索的时候 两边拿那个长棍 是 它平衡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刹车的时候 那个力道 其实是比较好掌握 确实是 那我也真的要说 因为刚拿到车的时候 我们有点纳闷 这车 怎么会动力 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怎么 你的意思是说上面上有14匹 感觉马力也蛮大的 那为什么骑起来一开始 那感觉对不上 对 然后我第一个人 这车坏了吗 然后我就很纳闷 因为就是零公里的时候 加油然后就去骑 怎么到七八十就上不去了 然后后来骑骑骑的发现 它正常了 所以原来是这样 所以那天杨斌打给我的车 我跟他说 我懂 我懂 就是那样 在多起点就没事了 所以你拿的对话 我真的也很好奇 就前面就突然说 怎么样 对 其实我那时候也在想说 Singo你的车可不可以借我 我们对比一下 因为我也在想说 我的车是不是 坏掉了 对 其实内心是有这样的疑惑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你也买了这一台车 你会不会第一时间 误以为 自己是不是买到车王之类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但后来发现 两位都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是大概100公里 150公里之后 对 他的表现就非常好 所以我在网路上面 有看到就是有些车 就是有些车主或是消费者 他们去车行试车 他们就说觉得这车东西 好像不怎么样 嗯 我想说 那应该是车行 忘记先骑一骑 就直接给消费者试 就如果你整个车的状况 还很新的状态之下 刚接触到了消费者 反而没办法 去享受到 他的体质 对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一般我们在 那好特别哦 这台车 我们在车加速的时候 通常以速可达来说 你第一次的成绩 那你再车第二次 通常大概就开始掉了 那到第三次 都会慢慢衰退嘛 对 可是我在车RCS Moto的时候 我大概车到第三次 会 会拉起来 在最后才慢慢衰退 所以我自己给他定义就是 这是一台 却操的车 却操的车 对 你操他就对了 不要想太多 就是这是一台很耐操的车 对不对 但是个性上他比较慢热 好不好 就是你跟他花点时间相处 博一点感情 他就会回馈给你 他最棒的那一面 没错 谢谢两位 接下来零力大 是 你带来了这一台 听说限量 对 数量很少 限量99台 99 对 然后他这个1 不是这是第一台 不是 是他在这个8奈的赛事里面 他们就跑这个国内的赛车场 用这个8个小时 去操这台车 然后在这个8个小时的耐力赛里面 耐久赛里面 他拿到第一名 这个很不简单 那这也是很耐操的意思吗 我跟你讲 他所谓的耐操 不是讲说 你的引擎很耐操 那引擎是一回事 你的刹车系统能不能贯彻 还有一个悬吊 后来刹车 避震会不会软脚 到这 像以前我也有跑过耐久赛 这比到后面 大部分都是刹车就不行了 引擎也弃掉 像刚刚杨斌讲的 而且你如果刹车不行 你只能放慢速度 你没有别的啊 你没办法了 然后有的车呢 甚至它电子系统公油 或是点火还出问题 那你在8个小时 根本就跑不完 所以他我就讲说 我参加了八奶 拿到冠军 这件事情 他就证明了某个实力 真的 是这样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调性呢 跟其他这些大厂牌不一样 如果你说那个是恐龙级的一个较劲 相互撕杀 相互较劲 他就乖乖的当他一只小狮子 TIG 对不对 他自己玩他自己的 他制成一格 他也知道说 他跟这些大车厂 如果说在那一个牌 相同的排气量 去相互较劲 他不见得会有 会有 会占到便宜 可是呢 你看哦 170 他又跳脱那一个150的极具 这个排量确实设定上 对 是有一些想法 是 然后呢 我跟你的车身尺码又一样 我们用125 150的车身尺码 加了一个170系列引擎 哇那不得了 那就跟小钢炮一样 所以我当时在四载车的时候 我直接就是上山路去配 我先从这台的涂装来讲 99台的特色涂装 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对 不一样 当然这就是年轻话 刚一直在讲獠牙 我跟你讲 这两根就是他的獠牙 这场就讲 我们这边就是黄色的去凸显 那个张牙舞爪的 那个很凶悍的 一个小狮子的一个气势 然后呢 八耐啊 什么的 这个一定都是否年轻人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轮圈的部分 当然你要走这个 所谓的这种 应该讲说 类似变色龙的这种漆啊 蓝色的漆 然后再加黄色 那圈一定也要让它跳出来 很亮的黄 对 然后这个铝圈呢 它就考这个 亮黄色 然后呢 卡钱的部分 蓝色 这个对象四活站的卡钱 它给它弄蓝色 一般来讲 就配色确实很年轻啊 对 它就是真的去满足 我就讲啊 它已经focus 它的这个消费族群 就是这一群人 就是这个市场区隔 那我在我的这个锁定的这个小天地里面 想办法去满足我的这个消费者 好了 后面的卡钱呢 也是一样 也是做了这个蓝色的涂装 然后搭配这个黄色的铝圈 所以它整个在路上 哇 就变得非常的显眼 然后车侧的部分 也有这个黄色的涂装 所以呢 你现在问我说 好了 那你这一个 所谓的巴奈特试车呢 还有什么亮点 各位还有一个避震器 它这个避震器 Hilo Key的避震器呢 你如果说真的是 在外面改装的话 也要花个万把块 在它的这个特试版里面呢 赏礼送礼 所以呢 我现在再回过头来讲 在它车身造型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镂空的设计 这个呢 我要好好讲一下 一般来讲 现阶段国内的 水能引擎 他们都会把这个水箱 坐在驱轴这边 就以前呢 苏克达这个 应该讲风扇的位置 然后呢 驱轴带动风扇 来怎么样 来冷却它的水箱 那这个是所谓的 机械式的一个 一个冷却方式 它会怎么样 会吃掉你驱轴 一部分的动力 就像我们汽车会 发电机啊 那些会吃掉一些马力 你的风扇也会吃掉一些 可是呢 它把这个风扇 跟水箱移来到车头的时候 位置改变的有什么好处 对 它的状风 当你快的时候呢 它的冷却效应是更好的 再来一个呢 就是达到这个 比如说105度 风扇开始驱动的时候 它用一个电动的机制 去降温 那吃电的部分 它不会去消耗到引擎 这个对于它的这个油耗表现 是绝对有正面帮助的 然后呢 这台车 TIG 它标榜的是什么 technology intelligent 跟Genius 那它的这个technology 就是强调它的动力 这颗引擎是它的 Voltec第二代引擎 它在这颗引擎研发之初 一开始是150cc 进排气 然后呢 点火的改善 然后让它的油耗再更漂亮 让它的动力再出来 甚至现在不惜 直接把它加到170cc 因为它要有一些 你刚刚提到的 别的恐龙级的 你知道选手那么多 那我总是要有一些 能够让你看到我的亮点 请注意一下我这样吧 那你刚刚提到这些 就是它的本事吗 对 它就把它岔开 如果你要去走这个 环保节能的那一块的话 你玛丽绝对不会漂亮 坦白讲 但是你要让玛丽 这个数据出来 能够符合我这个市场区隔 这一块人的调性的话 那对不起 那我是动力挂帅 动力至上 所以它真的是 用这样一个做法 把它做出来 动力表现 哇 时期 我实际上测试的时候 我把它拉到一个 比较严苛的地方 我去爬拉拉山 我觉得你如果是 你这样标榜 你的操控跟动力的话 我爬陡坡 走那个海达比较高的地方 表现怎么样 真的很特别 以前一般来讲 就是山羊 光羊的车 这种一般150的 速克达 你骑下来 那个节奏 那个声浪是 啵啵啵啵啵啵啵 这样一直上去 它有点像我们改过引擎 就是我们在跑比赛 改引擎 砰一个转速就 hold在那里 所以不用改 就像改装车了 所以它这个设定 是这样吗 真的 它的设定就是 往这一块方向走 所以它的加速蛮猛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 所谓的这个 应该讲 待展区之王是谁 但是我觉得它有 它如果说它第二 我不知道谁要说它是第一 真的吗 真的这个加速真的超猛的 我是觉得蛮意外 很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我们在那个 做测试的时候 但是如果它本身就 自带上改装车 一样这样的设定的话 它的悬吊各方面 会不会很硬 它的悬吊 其实已经不差了 就是我觉得不是那种 绝对不是舒适取向的 像它这个巴内等级 等于又再往上设定 它本来就要偏更近近一点 对更近近一点 当然它也因为它是可调 你想要软也可以调回来 这是一个它考虑到的地方 好那我来继续讲 就是这台车 它配备了一个 这个五寸的这个 TFT彩色荧幕 现在的车子一般来讲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OBD 也就是这个整侧接头 它把这里面的一些数据 全部拉出来 所以导致说 它可以从这个荧幕里面 去看到很多的数据 比如仪表的切换 或是它要读胎压 或是要看它的引擎温度 水温 这里面都看得到 都读得到 都读得到 那现在的这个巴内的版本 它跟顶规 最顶规12万多的 这个售价的版本 就是差别在 它没有行车记录器 跟胎压侦测 如果你要弥补 这另外一块 就可能事后再去追加 再去改装 那现在的这个版本 是11万 9千多 好 我继续讲 那刚刚杨斌有讲到说 它的这个车子的座椅造型 我现在给各位示范一下 它既然要强调它的运动性 我们都会穿车靴 穿安全的车靴 可是我们要骑 要姿势要战斗一点 我们脚会夹过来 会夹车子 它这个地方就是 设计就要 这个很多车没办法做这个姿势 你脚会变成这样 夹不起来 它可以 脚可以好好放着很重要 然后再以我185的身高来讲 那我脚过来以后 我还要再往后坐 它没有那个凸起来的地方 终于你有沒有发现 我可以屁股就过来了 它有那个缝线 但其实没有凸起来 对 我发现了 我以前在跑比赛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为了这个就要去改椅子 那这个就不用 你不会卡在一半很尴尬 因为你已经坐到后面 所以你直速加线 加这个直线的时候 加速的姿势跟过弯的时候 人家你这样看很年轻 还好还弯得下 还好弯得下 对 它这个就是你在车上 在我们讲 马背上的活动度是很好的 你不能车子设计得很竞技 但当我要很竞技的 请你的时候 我发现我姿势怎么瞧都不对 就尴尬 对 然后再来它双载 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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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也没有被牺牲很多 所以它屁股并不是说 像一般车 确实它有这个缝线 但它这里是蛮平的 你就真的可以往后坐 就省了一条去改装的钱 然后它这个没有被牺牲掉 因为终究它还是 把它的车尾整个往后拉 如果它要过分去玩造型 它一定是坐短车 所以这个巴奈特斯版 因为只有99台 对 限量发行 限量发行 等于大家今天 带大家了解说 确实 骑起来就让它印象深刻 去爬坡 去爬山什么的 它也会觉得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当然说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就会同踩一个追求 没有办法上大家都骑 大家都骑那些 我们就去骑那个 如果你想要与众不同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 它真的有它一块很独特的 独特的这种 小众的魅力 对 性能也好 造型也好 各方面也好 都与众不同 我觉得是蛮另类的一个选择 OK 谢谢人家 稍后我们继续聊 米兰机车展的新车资讯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这一次的米兰机车展 就是达然朋友去了 在现场看到的 包括了 台湾的消费者 可能非常值得关注的 或者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车款 好不好 新的哥 其实我 虽然我经验的车 其实是山羊展场 他们有台P13 油电混合机车 那为什么我觉得经验 是因为我觉得 最难的事情是 我觉得山羊掌握了这个 怎么讲 讯息的脉动跟趋势 因为以这个历史来看 其实这几年大家都在开始追求 所谓电动机车部分 那山羊其实他们一直没有出手 虽然他们有做一些电动机车 但是都是以充电室为主 但是大家到底是充电还是换电 还是轻能源等等 一直没有个定论 那其实我也发现 这次去米兰之后 我发现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就是从2016 17 819的时候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电动机车 在市场上 但今年一去就发现 那些都不见了 就是那种电动的数位塔 几乎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中国厂商在玩这个车 所以我觉得非常纳闷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电动机车 这种电动数位塔 这个市场上到底是不是适合 大家一般使用 可能打了一个问号 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的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可能是 比如说他们在思考说 到底电动机车 是不是最适合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相对来说 我就看到很多的所谓的 电动辅助自行车就变多了 甚至他们的市区里面 那些Uber E的在送餐 全部都是用电动辅助自行车 而不是电动机车 所以他们想说应该是看到一些不同的点 那所以我非常惊艳的是 三辆他们竟然会选一个 我认为 以我认为是一个 目前来说是最好的 最佳节的方案 叫做混合动力 那其实它就很像 Nissan的E Power一样 它里面有一颗小引擎 是那种无刷启动的 两气门引擎 大概排气量 115cc 用来发电 然后推动它的铝电池 铝电池给后轮的轮毂马达 推动车子 所以引擎只当发电机使用 对 那所以它还是可以纯电行驶 那它说那个铝电池的 纯电行驶是30公里 那马达是4000瓦 那发电之后呢 那一公升汽油可以跑90公里 所以当你电池满电的状况下 你出去就是可以120公里 是 有这个水准 那如果今天你都是在家里附近 绕绕绕的话 其实你就直接用充电就可以 完全用不到汽油 那如果你要跑远一点的时候呢 你又没有里程焦虑 因为你可以随时补油 这件事情非常方便 那如果照这样算的话 其实一桶有三公升 加满 然后加电池 可以跑300公里 相对来说就很划算 这个里程听起来就确实 好像变成这当下很多人 他会认为的最优解 不一定我要买电动 我可能买这样的油电 但是是属于 类似叫e-power这种概念 对吧 甚至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其实使用体验上 还是趋近于电动车 因为我大部分不用到油 对 那杨斌 你也到米兰去 你这次印象最深刻 什么品牌 什么车呢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 或是我其实一到现场 我马上跑去拍的 就是这一台YAMAHA的 XSR900GP 那其实会马上去拍这台 也是说 其实目前来说 因为YAMAHA 对我来说 它的整个运动车款 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精神 那现在目前它的CP2 已经有推出YZ-FR7了 那CP3 我们就猜说 应该会有所谓的YZ-FR9 但一直都没有推出 但在两个礼拜前 展览的两个礼拜前 它推出这台 XSR900GP 就符合了先把CP3的这个平台 变成是一个运动车款 那我们从外形上可以发现 它就跟80年代 YAMAHA在整个GP厂上 这个YZ-R500的配色非常像 那当时YAMAHA 其实还没有这么常用蓝色 他们现在这个Racing Blue 而是用黄 白 红 红色 有的时候是搭配非常大量的黄 那有的时候又是 只是把它黄色当点缀 那这款车其实 它的外形是非常的复古 就是说我们坐进去的时候 它的整个整流罩是非常的大 就跟过去 不管是我们比较常骑到像 NSR250或是TZR250一样 整流罩是大的 所以你整个人可以 整个完全的趴车在里面 而当你趴进去以后 你又发现说 它的液晶仪表 又从 就把你从原本复古的情怀 拉回来到一个现代 就是它给你的资讯 还是用液晶仪表来做显示 或说整个外形呢 它的Delta Box 就是它的车架呢 它是一个金属色的车架 就跟过去仿晒车 或是YZR500用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台 我等于是展览的第一天 第一个时间点 我就跑去拍摄这台车 而且这台车 是不是 无论你有没有到车展去 你都会自己去 你知道看到影片就 定住 艾儿听说你就是 对 就虽然我没有去车展 但是我看到这台新车出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车头 黄红的配色 以及它复古的定位 就是非常非常吸睛 所以 这个是我没有去车展 但是我会想要重点 去多看一下 实车或者是更多资讯 会想要找资料 多了解它一点 对吧 对它是怎么回事这样子 对甚至它的这个配色涂装 那还有其他车让你印象深刻吗 另外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话 是Honda的CBR650R 因为CBR650R它其实就是这个大红色的印象 然后比较竞速赛车的感觉 可是它一直都没有搭配过DCT 所以它有变成是不用自己打档 那我觉得对于我比较恐惧骑赛车的人来说的话 好像可以比较有那种尝试的意愿说 也许可以试试看 然后以及它的那个电子避震器 对吗大哥们 就是那叫E-Clutch是不是 电子离合器 电子离合器 对对对 就是这两个功能我觉得是蛮创新的 就是在这台车上面 就比较起之前的650R的话 感觉很新颖 你们觉得今年的米兰车展精彩吗 其实我觉得以时间点来说啦 因为算是 算是疫情复苏后 算是比较重要的一次车展 所以不管是人流上 包含我们台湾媒体 我认识的大概有去 包含厂商可能去了有200到300人 所以人流第一个有过去 那车款上我觉得还是受限说 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大厂它还没有很积极的 在把这个经费投注到新车的开发上面 所以看起来新车的推出是有点慢半拍了 还是要等他们再复苏 那等一下也来问问 雷达这次特别注意到哪一款车 稍回来 雷达这次的米兰机车展 你也是对于这种机车的油电化 觉得是一个趋势跟潮流对吧 真的啊 如果在这个洪流之中 我们再不去看电动车 我们就变LKK然后被洪流吞没 所以我会特别 为什么它让我眼睛为之一亮你知道 我们始终在看那个挡车的部分 什么时候会开始电动化 可是现在的发展都是 他们好像在卡位而已 所以有做的有声有色吗 好像撑不起来 可是Hybrid呢 刚才Singer有提到一些 Hybrid好像就比较能够被大家接受 所以像这个Kawasaki它这一台Z7 在Hybrid 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个透视图里面 前面用了一个并列双缸的引擎 465cc 然后后面加了一个马达 其实我们以前就一直在想 它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可以去做结合 那它会很类似一个 很类似像V缸这样的一个设计 前面是自燃油引擎 后面是马达 然后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后面再放一个电池 它标榜什么你知道吗 250cc的油耗 给你公升级的加速感 然后呢 我这边再讲个重点 当然什么动力模式啊 那些一定都有 对不对 可是它的车重啊 因为讲实在 它也很难把它压下去 大概也是200多公斤 或是在上下 那它有一个叫如行模式 也就是那个腿短不够的 要移车对不对 它可以叮叮叮叮叮 慢慢前进 然后登登登登登 Gate王机械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体 这是速力效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游门 地账王机械员邀您 一起上线 地账王机械员邀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